好 目光再转向阿根廷 我们来看图片 这位正在打着太极拳的先生 名字叫做刘明 目前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 开了一家中医诊所 在当地 你要说刘明这个名字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如果您说教皇的中医师 或者说刘师傅 很多阿根廷人都会竖起大拇指 原来2002年 在中国学习中医的刘明 移民到了阿根廷北部的一个省 2004年 他搬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开了一家中医诊所 每天除了在诊所出着 就是去交交当地人 打这个太极拳 住在北部的时候 他曾经为一名神父治国病 可能当时给对方留下了 一个不错的印象 2004年的时候 这位神父又找到他 想让他给一个人看看病 但是很神秘 一直没告诉他此人是谁 其实就是他 时任阿根廷书记主教的 伯格里奥 他回忆说 当时伯格里奥67岁 身体并不是太好 还曾经做过几次手术 心脏还有严重的病症 那个时候 由阿根廷著名专家 组成的医疗团队 专门为他来治疗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 于是刘明就尝试使用 这个中医传统的针灸 推拿的方式 很快就缓解了 他的各种不适症状 更加神奇的是 一年之后 伯格里奥的体检报告 竟然显示 各项指标 一切正常 就这样 八年多来 刘明一直是 伯格里奥的治疗师 成为了一名 享誉阿根廷的中医师